講到川普 好 最喜歡講川普了 昨天開了一個 讓媒體啼笑皆非的造勢記者會 白宮記者會開了三個小時 然後播了一個影片說 川普好棒 讚 找了一堆媒體人說 這個跟流感一樣不可怕啦 川普做得非常好 把這個防疫記者會 變成他的競選連任的造勢記者會了 然後在裡面大嗆記者等等之類的 那昨天我們特別提到了 美國有這個 現在是十個州了 昨天是本來九個 現在是十個州 東西十個州要串聯嘛 說我們現在要弄一個 復甦經濟的工作小組 我們東西十州大家來串聯 川普一聽想說 開玩笑 東西十州全部都是民主黨的 我共和黨都在中間有沒有 我的支持的州都在中間 你們串聯經濟恢復 那我怎麼辦 涉嫌架空總統 對 涉嫌架空總統 憲總統於無能的窘境當中 怎麼可以 不行 所以他昨天說 總統說得算 今天又改口了 是我說嗎 他到底要不要給WHO錢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他一下子我要給一下 我不給你 明天又說 算了算了 給給給給給 我們要幫助這個非洲國家 昨天還嗆人家 美東七州 美西三州 不可以 你看這裡 4月13號還說 重啟國家經濟 我說了算 我是老大 聽我的 不是各州州長自己決定 昨天還這樣講 但是 結果今天不一樣 口罩 呼吸器 意識人員 都是你們各州自己要處理的 你們做不好 你要打屁股 沒有 他不只你們自己要處理 你們訂到口罩 我還去搶 那個規碼就進來搶 對 加州紐約訂到口罩 臉方正馬 就跟人家搶 來 今天不一樣 今天說 好我授權各州 決定復工復學 或是重新開始精進運作 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他特別講一句 這是我授權 這是你的權 對 可是他昨天就是不准 我說了算 我說可以才可以 今天就說 好啦好啦可以啦可以 這不一樣 因為他知道 他知道郭默要硬幹 所以我就說 這是我的權 我宣布 你做之前我先講 就是我讓你做 如果你做 我還沒講 那就是你自己做 不關我的事 來這一套 原來是這樣 所以博弈 這個 川普厲害 就是先講先贏 我看到你要出門了 我立刻說 李博弈出去吧 對 好像是我趕緊走 其實你自己要走 他不給你的 你不能要 他給你的你才能拿 其實 我很喜歡看 川普的記者會 我現在都會看 我昨天就是起來 看那個記者會直播 還有翻譯你知道嗎 太有趣了 真的很好看 罵光源的罵光源 罵記者的罵記者 我昨天看一個多小時 川普是感人 川普是好笑 還記得到2月27號的時候 美國CDC那時候 不是開一個說明說 警告川普 新冠肺炎會的美國大流行 國防部還說 未來30天會大流行 美國國防部 這我們討論過 然後2月28號 川普直接開記者會 跟他說 絕對不會大流行 然後叫2月27的官員 在後面聽著 直接給他洗臉 然後很不曉得 講完之後 兩個禮拜就30萬利 然後他說4月12號 復活節要復工 直接飆到了50萬利圈 直接打他直接點 然後又說4月底 現在看起來大概也比較難 我看起來也很困難了 所以現在來講 對他而言 包括所有的紓困案 實際上都只是政治考量 因為11月馬上叫總統大選了 那他的政治考量 那就很單純了 要選票嘛 他的疫情的處理方面 已經砸鍋了 現在美國的狀況 其實疫情的對於民眾 對於川普的信任度 其實滿意度是正在下降當中 最近有個民調 4月10號到4月13號 美國民眾對川普 處理疫情的民調 滿意度45% 不滿意度49% 是從3月份以來 首次的死亡交叉 就是不滿意度 不滿意度超過滿意度 超過滿意度了 首次已經超過了 所以代表 是個警訊 所以對川普而言 現在對於疫情而言 我覺得他已經快無法處理了 因為之後越來越嚴重 他現在鎖定的 就是所謂的經濟議題 所以你看這裡 他已經在成立這個 複蘇經濟顧問團 包含庫克 還有沃瑪的執行長 然後還有這個 金沙集團的執行長 沒錯 這個蠻奇怪的 放出很強大的訊息 就是原來鷹派的那些 反中仇中的那些 他們本來是 他最強大的顧問團 當然 福德洛爾這些 現在把他擺一邊 另外成立一個 這些人是主張 跟中國大陸建立更強大 貿易關係 這個訊息很強烈 這是個很明顯的訊息 對 這個訊息非常的強大 就是現在我不罵中國大陸了 我去罵WHO 沒有 他們可能 都處理 可能那些人會 會失去影響力了 所以 這樣代表川普要跟 可能連龐貝奧都要 都要被調整 都要 對 很多支持者也是屬於華裔的 他們平常跟大陸的往來 對啊 他們是友善的 他們是友善的 川普很大 金主有部分 實際上是華裔的 他之前選舉的時候 那你還在那邊 Chinese virus 一直講一直講 對 沒錯 他就是他的大票 所以他實際上罵了 當過頭的時候 他還要收回來 他那些不投他很擔心 可是我講真的 川普做事情也真的很妙 真的生意人 大家都知道他的 紓空案2.2兆美金 那實際上美國三億多人口 實際上可以拿到 這個補助款的有 一億七千多 就一半人左右 一半可以拿得到 但是呢 美國他們在發訊的時候 給所有可以拿到的人的時候 附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條文 他說 如果你沒有繳稅 記得先繳稅 先繳稅 先繳稅 你才拿得到你的紓困金 所以他 給你錢不給你錢 他該要的 他完全不放掉 所以他現在呢 經濟議題已經變成他的主軸了 那不如不要給 然後不要繳稅 所以對吧 所以我覺得也是不懂 他反正他要錢要拿 但是他也要給你 因為經濟議題他不需要主黨 因為疫情問題他們控制不住 可是很明顯的 美東七州跟美西三州 大家都知道 州長幾乎都是屬於民主黨型的 佐藤老師拿那個地圖出來 就兩邊藍的都是民主黨 一紅的都是共和黨 地方包圍中央 兩岸包圍中央 兩岸包圍中央 然後在2016年的時候 其實希拉蕊的票 幾乎都大幅領先 所謂川普的 所以當然啦 他現在 這個七州這個三州 剛剛我覺得委員講很好 他先讓你做嘛 做完之後 你要做什麼事 都是我允許你的 而不是你自己想要做 但是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你們自己想辦法處理 那 現在我覺得 當然不要說川 反應很快才隔一天 可是我覺得反應快還不止這個 你知道他剛反應完這個之後 對 最近有最新的新聞出來了 最近不是 拜登的民調 好像感覺起來有超過川普了嗎 感覺氣勢不錯 現在馬上傳出一個新聞 說 金傳拜登27年性侵助理 馬上新聞就出來了 那跟 27年前 27年前 性侵女注意的新聞都出來了 那聽說有7個證人 對 馬上就出來了 這表示說 對於川普對於 攻擊敵方這個 是非常有力道的 我剛講到他的記者會還沒講完 他記者會有趣是什麼 是 他不是講說他要怎麼處理事情 他講他自己做得多好 對啊 就是那個記者會我真的 然後 特別挑出民主黨的主黨 做得很差的地方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但是他的記者會根本就他個人的宣傳造勢會 代表川普對於想要連任這個 他決心很強 而且手段 無所不用其極 那所以 包括你說 對於不管是台灣 或者是對於中共的方面 他可能也許是現在不想下手 所以他把他矛頭指向WHO 可是要知道 WHO我覺得 當然他要負很大的責任 可是你說歐洲各國也要負責任 G7的元首會議 每一個國家都有責任 都有責任 每一個國家都有責任 G7的元首會議 義大利的代表直接說 他以為新冠病毒是黃種人的事 紐約州長之前也會說 只有黃種人才會得新冠病毒 結果現在大流行 各國都要負自己的責任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銀根抽走了 我認為對於全世界所有衛生的 相關的事業 相關的一些疫情的處理 應對的方式 都會損失很多 甚大傷害 包括2008年那時候 金融大海嘯 那時候世界衛生組織錢很少 所以造成對於防染 傳染病的一些防治應對 都變得非常差 我是覺得多想一想 因為我覺得人權比較重要 那川普不要只是為他自己的選舉 那我覺得多看看全世界 因為畢竟 現在美國還是世界最強國 他的一舉一動 對世界影響是非常影響 來 這個川普很明顯 你從這幾件事情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做這張圖給你 說真的 你要再把這個疫情的起源 灌到中國大陸去 力道不太夠了 力道不太夠了 他也挺煩的 就算是他又怎樣 怎樣怎樣 然後所以接下來就是把這個 疫情的爆發 在近年的爆發 是因為說都是譚德塞 我聽了你們的 害得我現在這樣 就顯然這一個方法 已經一段時間了 他指明WHO譚德塞 剛剛博弈告訴你了 這個不滿意多 依舊是超過滿意度 在控制疫情方面 那怎麼辦 所以川普現在有第三支劍 第一支劍 就是中國大陸 第二支劍 就是WHO 第三支劍 就是我開始來搞經濟 不見得搞得起來 但我告訴你說 差不多了 我經濟要開始了 我要開始動手動腳了 來 所以他告訴你 成立了這個 復蘇經濟顧問團 那這個三位的背景 我想剛才有誰提到了 跟中國大陸都還滿友好的 這一點值得觀察 再來一個 就跟博弈說的 我發放了1200美元的紓困支票 一聽 好羨慕 三萬多塊 不錯 這很多年輕朋友 或是這個 比較一般工作的人 一個月的薪水 不錯 聽起來不錯 賣很多麥當勞肯塔基 當然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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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可是這一張 紓困去上面 卻史無前例 出現了一個東西 是川普的簽名 總統簽名怎麼樣 還好吧 你想想看 當年馬英九發消費券 給你上面簽馬英九 馬英九 你把他抓歪才怪 你一定把他抓歪 更何況 這件事情在美國 本來應該是不合法的 應該是不合法的 因為這個東西 不能夠署名是 總統給你的 你簡單想 在台灣你在買票 你還有幾個要選舉 你現在是用國家資源 一個人送三萬六千塊錢 買票嗎 台灣是多少 三十六塊 四十五塊 三十塊 三十塊 一票 我們送的贈品 超過三十塊 就抓進去了 他送三萬六 這個不是個人 政府通過的 眾議員也通過 這個不是可能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議員全部都要簽名 一張拿到就可以黑的 因為大家簽名都蓋滿了 所以這件事情 也讓大家 滿傻眼的 你要紓困 在這個時候 還不忘在上面 簽上自己的名字 我看乾脆印個大頭照 印個大頭照在這邊 這也讓大家 嚇了一跳 很顯然 川普現在決定 要回頭 訴求經濟 國內的經濟復甦 來當成他的選舉 主軸了 對 說得好 還會加碼 還會加碼 那我們什麼時候 美國的疏控方案 就是讓美國的 比較辛苦的民眾 最關注的 就是這個支票 因為他最實在 直接寄一千兩百塊 美金的支票 大概台幣三萬五左右 要寄到你手上 可是今天 剛剛有時候講這個事情 他所造成的憤怒 剛剛 這個博弈在講 死亡交叉 我覺得對市民來講 可能不妙 因為他的堅持 使得模組重做 然後大家發送支票的時間 往後延 你不氣 他都氣了 你拳頭不印 他都印了 對不對 我先跟大家講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一個 我們這裡有個支票對不對 我給大家看一個模組 就是說 美國過去退稅 或是任何的振興經濟 發支票 從來沒有在上面 有總統簽名的 那我也要先跟大家講 這個是美國總統川普 這是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因為我們並沒有 跟川普總統親自確認 大家是他出來說 這fake news 我們也不要就是說 污衊他 現在美國的媒體報導說 有三位不同的soul 因為美國是這樣 他們採訪新聞 一定要問到三個不同的人 他們彼此沒有關聯 也沒有利益衝突 而得到的soul是一樣的 他就會報導了 有三個美國官員透露 這是美國總統川普 親自跟財務大臣 他講說名字給我寫一下 對方也是臉上三條線 但沒有辦法不得不從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範例 比較重要的資訊 要把它遮起來 大家也不要細看 這是一個美國的退稅支票 如果你在美國有遇到退稅 他會有支票打過來 一樣的 局長一樣 對 一樣的 現在美國媒體報導是說 川普希望在這個自由女神上 這邊寫一個 President Trump 川普總統 在這邊大家看到就是 American great again 大概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目前的進度是不可能 做不到的 因為美國的官員 也有他們的堅持 你要這樣做 史無前例 而且你是總統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之後的總統 就可能不一定是你了 官員有官員的堅持 所以最後為什麼我說 模組重做就是 他現在 只能妥協退到說 在這個 可能右邊或哪裡 備註籃的地方 備註籃 他才會備註說 這是一個振興經濟的一個 一千兩百塊的支票後面 再加助總統川普 川普總統 所以他現在 對 等到16號 才要打印新的模 我們今天台灣才15號對不對 美國16號還要過兩天 就是我們17號了 對 新的模組出來以後 我們再來看 原本支票是長這樣 他一開始的設定 是希望在這裡 印一個川普總統的名字 剛剛佑正也講了 大家都喜歡拿到錢 因為現在需要束褲 也確實需要錢 可是如果你已經做好了 趕快發出去 救急比救窮還要來得更重要 因為很多人可能這樣 就像我講台灣300萬人以下 是3萬塊薪水 所以發現金可能比發 酷碰就跟實在一樣 美國的窮苦人也在等支票 就為了你要重做模組 其實我相信他們也不一定高興 第二個 你自己應該很清楚 不可以這樣做 你把你印上去 然後現在官員逼著說 我必須配合你 那又不能完全配合 所以左邊寫川普總統 這個計畫可能會取消 會在備註欄上面附加 就還是要有就對了 對 就是在備註欄 我現在就講得很清楚 美國現在最新的一個訊息是這樣 那我們就看看最後結果是什麼 但這件事情倒回來看就是說 因為這個痕跡太明顯 你今天做得好 大家感謝你自然就投給你了 你一定要把你名字寫在支票上 讓大家感謝你 但是你這個動作 又讓他支票晚拿好幾天 我跟大家講 大概有7千萬到8千萬 美國媒體報導 有講7千萬有了8千萬 因為他那個數字在抓 那些人可以拿到支票 可是照這個進度來講的話 最後一個拿到支票的人 可能是今年9月了 所以這樣的時間拉長的話 大家會鬆開嗎 也不會鬆開 其他國家元首我們其實不批評 只是說川普確實 他的作風真的很特別 那剛剛佑正講一個記者會 他在4月14號說他要開 人生最大決定記者會 對 什麼重大宣誓 我去看這個記者會 他其實是充滿自信 他還準備三分半的VCR 在旁邊看有沒有 看VCR看完之後 大家沒有拍手好棒棒 直接問他說 你在這裡看影片 下面做的是Folky 你要開除他 你是講什麼 沒有 我沒有開除 那你為什麼Twitter轉貼 說要開除他 那是別人寫的 我只是轉貼 我就有一個舉例 亮哥有聽我講過了 如果今天有任何一個 立法委員或是台北市議員 寫說我要開除陳時中 我要蘇貞昌下台 結果蔡總統轉PO他的臉書 這是什麼事 你不會就問總統 就在身邊情形嗎 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那個記者會 第一個就在講Folky 那Folky還被叫上來 Cue說沒有 我跟川普總統沒有不好 我也沒有說要離開 弄得尷尬 下一個問題要問他說 你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一直說中國大陸隱密 你要給中國大陸付出什麼代價 現在看起來沒有付什麼代價 你就逼一逼 我為什麼要讓你知道他有什麼代價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他會有什麼代價 我告訴你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 我怎麼讓他付出代價 都知道了你會是最後一個人 我一定最後告訴你 這跟記者嗆起來了 第三個再來一個女記者再問 對 說你這樣這一件 你說你沒有一定拍的VCR 可是我們對你有很多質疑 連醫界醫護都覺得 他們東西沒有到位 口罩防護衣 你真的做得很好嗎 你的問題真可恥 你有夠可恥 他沒有回答他 所以他一個想要展現 他也沒有回答 他就罵他可恥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 川普確實 剛剛我也講了 他的民調現在有 已經不滿意的人提高了 可是你要注意 在他死亡交代之前 他一直都有50到51的支持度 還是很多美國人支持他 所以我剛剛就講了 支票的事情 我們也不要站在台灣看美國 說不定大家拿到支票以後 真的還是票投川普 說不定就有用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民情在台灣來講的話 這個總統應該 誰敢把自己的名字印在支票上 他送給你 一來就是買票 尤其今年要選舉 在台灣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你今年要選舉 不管是總統或立委參選 送你一包什麼東西 超過30塊 上面還有印我的名字 立刻就馬上 調查局就來了 所以這個事情 是有很大的爭議 可是川普總統的作風 真的非常特別 你看我會不會有100個不可能的 那些人 是你的身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都會不會有很多人 你應該會不會有很多人